歡迎大家來今天的哲學新節目 今天我們的譯者是許敦純 他會非常辛苦 所以我跟大家先熱烈的掌聲 那我們就開始了 謝謝你為了請,我特別喜歡你 我真的非常感謝你,我非常訪問你 我可以在這間廳的讀書 你也請到這間廳的廳的廳去 但亦也請你來的廳的記者 也請問你也請教你 謝謝你,我非常訪問的 你的財源,你來自拍攝的廳 你也有很高興的 我來自拍攝的迷惱 我看到這間廳的確實驗 我看到這間廳的協議 他在不見你每個人都在表達 完全不舒服 感谢有很多人来参加 那我刚刚有发现 我对于大家自我介绍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我发现其实大家来这里 并不是真的那么的偶然或是意外 其实都是有一种想法 然后来到这里了 那我当然就会跟大家用一些影像来跟大家介绍 大家可以 那个椅子是活动的 或者定时的 所以大家可以转转一下 后面看不到头部 他们可以把那个椅子移到前面这边来 都没有关系 那这边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边是非常随意的 然后这边是非常随意的 然后这边是非常随意的 那其实随意的或者随意的 其实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重要的活动 我开始就要先讲一下 就是在深海方面的一些坏消息 但是其实我想这些坏消息 我们都已经出到了 好 那首先就是关于这个地球暖化这个问题 这个气候面前的这个问题 那从有气象记录 有气温记录以来 那个最高温的15年当中有14年 也就是落在地 也就是落在我们21世纪 这些灰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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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落在我们21世纪 deuxième回事 那第二调消息就是 然后其他坏消息就是 过去40年来呢 就是这些野生动物 都大量的消失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数据是由一个就是WWF的一个组织提供的世界野生动物包括组织 这些数据在上星期间有更新的数据是有更新的数据就是说大概有60%以上的这些野生动物在过去40年都已经灭种了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地球上的生物灭绝的一个时代 然后在海洋上面有更多令人更新的事件发生 还有大家知道就是在印度洋当中有很大一块就是海水域里头它是含氧量极低的海水层 那在这个含氧量极低的海水层当中它就是所谓的周梦或者就是它没有任何的生物形态在里头可以存在 那我另外这里选择的是另外这张照片它也许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它更具有象征性 那它在太平洋中间就形成了一个大概一个塑胶垃圾的大陆 那它的那个面积差不多是三个法国的大小 那我们补充一下就是大概四十四个台湾的大小 那我们补充一下就是大概四十四个台湾的大小 那就是说为什么在世界上目前各国的政府当中并没有所谓的生态人士能够组成政府 也就是所谓的绿党执政 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子就是一直追求经济成长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模式 为什么没有进行检讨呢 但是我认为这些生态人士应该有一部分的责任 就是我认为这些生态人士应该有一部分的责任 就是我认为这些生态人士应该有一部分的责任 那一些传统的生态人士的一些论点 那我今天晚上会提 那他们这些论点其实就是他们这个三个论点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那他们的论点当中有很多就是很专业的术语 那GIEC就是联合国的那个气候变迁委员会 他提出的那些报告呢 那其实他有这样子有非常多的专业数据 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解释能够看的 所以其实是很难把这样子的很专业的东西 就把它塞进大众里头 然后在大众里头产生一些就是反应 那同时就是这样子这些生态工作者的言论呢 常常就是会怪罪 就让人家有一种罪恶感 那就是会让我们这些身为生产者 然后身为消费者的人呢 就是都是很有罪恶感 那这些论点呢 常常就是让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面对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未来 就是一个世界 或者是一个最糟糕的状态 所以对于为了 呈现的都是一个很负面的形象 所以就是当我们去阅读这些生态 汉卫者的言论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得到一些相当负面的学习 所以就是在2100年的时候 2100年的时候呢 我们面对就是一个充满的辐射 的一个沼泽 然后可能只剩下的障碍开门的 所以这样子的言论就很难 就是伸直到人心里头 因为它给你的是一个灾难性的画面 然后一个是一个怪罪你的一个言论 所以很难伸直你的心 所以今天晚上我来说 这是另外一种迁入的方式 所以今天晚上我想要提议的是 另外一种迁入的方式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另外一种迁入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暂时远离 所谓的这样子的生态的政治方式 但是这种迁入的方式 然后最后我们就要一圈再回头来解释它 那我们想要采用的方式 就是美学的角度来解释它 那我们想要采用的方式 就是美学的角度来解释它 然后去寻找新鲜的空气 然后还有去寻找美学的方式 那不管我们是不是很积极地 在从事这个生态保育 这样子的活动 但是我们都会想要 就是跟大自然有所接触 那我身边认识很多的很很少人 就是他们会把身边的钱拿去买艺术品 但是我身边有非常多人 他们每一年就会花钱 然后去寻找美景 然后去大自然当中住家 所以就是这种就是大自然的美 能够在人的心中产生的这种感动呢 就表现在就是人类会想要去追寻 跟大自然的接触 在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当中 我开始我的文章 《Devant la beauté的自然当中》 那在我说的文章 《Devant la beauté的自然当中》 那在我说的文章 一开头的时候呢 我就先描述了一段 就是我过去旅行的一个回忆 我当时在西拉 在圣多里的岛上 那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观光圣地 但是我刚才去的时候 就是已经不是忘记了 那是一个火山岛呢 那是一个火山岛呢 那它那个火山熔炎形成的那些峭壁呢 那就可以让就是从岛上 有一个非常遗忘无记的一个景观 来看看 那我将在那些飞行动 那我在那个夕阳时刻呢 在某一个咖啡厅 就是说一杯 那看夕阳呢 那看夕阳呢 那就是一个倒数的一个经验 然后慢慢的太阳 就会慢慢的落到地平线之下 然后就在这个太阳 最后一点点小亮点 然后落下去的那个时候呢 然后就在这个小亮点 落下地平线之下的时候呢 人们突然就鼓掌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作为一个度假的人 突然又回复到我本职 就是我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一个人就死过来了 那我就想到一个哲学问题 就是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为什么要鼓掌 我们为什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美景这么感动 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其实我们跟大自然 人类跟大自然之间有一个就是使用者的一个关系 因为大自然会提供人类就是吃的 然后还有就是提供那样子的能源 还有我们说的食物的来源等等 但是为什么是这些情感动 但是面对风景的时候 面对这样子的美景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一个感动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 那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其实没有任何人去思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讲的是西方的哲学的部分 没有人去讨论 因为在那个一神教的世界观里面呢 就是说其实大自然他本身就是一个神的创作物 然后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然后他也是一个善意的神 所以神所创造的一个大自然 那一定只能是每个 所以在一神教的解释当中 这个神就是最大的創造者 就是最大的一术家 当这些观传细的观传细 就开始在重新的观传细 就是在18世纪 那在其蒙世纪时代的时候 这样子的一神教的解释 慢慢就比较退后 就是他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应该这个对于自然的美的想法 就应该要呈现 就应该要开始发展了 但是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们出现了 Hegel 他在1818年到1829年之间 他在博尼大学 就是开售了一门美学的课 他在这堂课中名义 就是美学 我们只照顾 我们只关注的是 这个所谓的艺术美 然后就是不关注自然美 他在这堂课中的设计 他在这堂课中的设计 他在后来就被 对于自然美 对于人类 对于自然的感动 或是欣赏 他就完全不去思索 那他这样子的禁令呢 就是实行了很久 那一直到1966年 那在1966年的时候 有一个英国的哲学家 不是很出名的哲学家 他叫做赫恩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他的文章就是 当代美学 还有就是 对于当代美学 与对自然美的遗忘 他就提议他的同侪 他的哲学家同侪们 能够开始 思索自然美 那他的提议被听到了 不是很多人听到 只有一小群 就是像各位在座一样 一小群 就是为了生态 而奔走努力的人 听到了 那这小群人呢 就創立了一个 所谓的环境美学的 这个群人呢 那我发生了一篇文章 那我发生了一篇文章 那我接下来就用 哲学的方法 然后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我会提出 大概有三个思索的线索 三条道路 三个思索的线索 那我还会解释就是 为什么我特别倾向于其中某一种 那首先第一个想法 第一个假设是 就是从演化的心理学的方式来说明 那我们之间就是 我们筑了就是 就像我们筑了 那么大uben 那么大某一样 那大概有三十万专年的历史 那我们核尖尖尔尔赫尔尔寅 对生活的线索 那我们最近发生了 就是大某一样 就是在二零一年 在北非发生了 就是说这什么人类的红海 就是说我们可以让我们 将人类的历史 往前再推一百年,十萬年。 所以呢,去年那個考古發現一出來之後,我們瞬間就老化了。 En tout cas, Homo sapiens a evolué au contact d'écosystèmes terrestres différents. Et l'une des remarques que l'on peut se faire, ou l'un des raisonnements que l'on peut tenir, c'est cette adaptation de notre espèce au milieu écologique qui a formé nos préférences esthétiques. En psychologie évolutionniste, par exemple, on explique le fait qu'il est agréable de faire l'amour et que le sucre est bon, parce que ceux de nos ancêtres qui aimait le sucre et faire l'amour ont mieux survécu que les autres et ont eu plus d'enfants. Donc, toutes nos préférences présenterait des avantages adaptatifs. Toutes nos préférences présenterait des avantages en termes d'adaptation. Alors, deux chercheurs, à la fin des années 70, se sont dit, mais si c'est ainsi qu'il en va pour les paysages, nous avons des préférences innées pour les paysages. Ils ont fait passer des tests à des groupes de tous âges aux États-Unis. Et les résultats sont très convergents. Donc, le test consiste à montrer six écosystèmes terrestres dans lesquels Homo sapiens a vécu en grand nombre pendant longtemps, et à demander aux gens ce qu'ils préfèrent. Pour mes recherches, j'ai une correspondance par mail avec John Fulck. Il a perdu les photos qui ont servi à leur test. Mais je vais vous faire passer le test quand même avec d'autres photos. Je vais donc vous présenter six biomes dans lesquels Homo sapiens a habité longuement. Biome A, écosystème. Le premier biome, c'est la forêt tropicarde. C'est amusant de montrer ça ici. Le deuxième biome, c'est le désert. Le troisième biome, c'est la forêt de conifères. Le quatrième biome, c'est la savane. Le deuxième biome, c'est la forêt de l'eau. Le deuxième biome, c'est la forêt de l'eau. Forêt de type européen. Le deuxième biome, c'est la forêt de l'eau. Alors, voilà nos cinq biomes. Et puis, on va faire un test. Et puis, on va faire un test. On va faire un test. On va faire un test. À main levée. Qui préfère la forêt tropicale ? La forêt tropicale a un score plus élevé qu'en France, ici. En France, quand je fais ce test, la forêt tropicale est moins appréciée. Qui préfère le désert ? Qui préfère la forêt conifères ? Elle arrive en troisième position. Qui préfère la savane ? Qui préfère la forêt de l'eau. Alors, vous êtes très atypique. Je vous laisse prévenir de Jean Faure. Je vous laissez prévenir de Jean Faure. Je vous laissez prévenir de Jean Faure. 叫他来台湾做一下研究 原则上这样子的调查通常胜出的应该要是热带草鱼 就是那个盲员 当我说你是一样的 他会在你最后位置身上 我说我们今天晚上相当的不典型 就是因为今天晚上他是最后一名 投票他是票数最低 那如果我们甚至在那个尼氏那个地方 也就是在热带那个地方做调查的时候 胜出的就是最高票的都是那个热带草原 但是, donc, le gagnant c'est la savane jusqu'à l'âge de 15, 20 et 30 ans ensuite, elle est challengée, concurrencée fortement par la forêt conifère et la forêt de feuilles c'est ce qui ressort des tests de folke bowling 那根据 John Holm et John Bohlin 他们的研究显示 其实一直到十五、二十岁 甚至到二十五、三十岁 一般胜出的都是热带草原 这个答案 然后之后过了 开始年纪比较大之后 就会变成真夜灵或者是阔夜灵 就是分成两个就比较分歧的选择 他们的假设是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我们还会表现我们的选择 我们的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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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的假设是这样 他们就是觉得说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我们比较能够表现出 就是实际时代的人类 就是那种人类的那种 生命的本能 之后我们就会比较倾向于选择 就是年纪越大之后 就会比较选择自己生活的环境 就是所以我们在欧洲或是在美国的话 就是变成真夜灵或是阔夜灵胜处 那至少呢就是在这个理论 在今天晚上在台北被推翻之前呢 她一时都是无人能够挑战的 这就是在这个研化生理学上 我们叫做就是两个草原的假设 那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其实一直到西元两千年的时候 都一直还有人在做这样子的调查 那在2010年的时候呢 那个Folk和Bolling这两位研究员 他们在突发表新的研究 那他们当时就一直就是说 好像就是他们的论文 他们的假设一直都是很低的 那我们会觉得说那他的那个假设 他们的胜利有点太早 那就是因为他们到此之前呢 他们其实就是他们的假设 一直都是正确的 从来没有哪一个 哪一次调查 是能够推翻他们的结果 那他就是对于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假设 再提出一个能够更加强的一个说法 那就是当人类拥有一小块地 然后来就是自己为了就是自己开心 然后来做一些种植或是整理的时候呢 qu'il s'agisse d'un park ou d'un golf par exemple 那就是不论是一个公园 或者是 golf球场 那他的那个制作方式呢 通常就是会把那个草原里头的雨 会拿出来使用 比如说有草啦 有一些树啦 但是不是太高的树 然后有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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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水 然后还有一些沙 所以就是根据这些演化学者的说法 就是它其实是跟我们人类演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适应的环境有关系的 因为在这样子的 因为在热带雨里里头不会看到蛇 但是在这个草原里头呢 因为你可以看很远 所以你可以知道危险什么时候靠近你 那有一些比较矮的树从 所以其实你是可以躲藏的 那边有非常多的草食性动物 然后有一些矮的果树 然后人类就可以摘果子 然后还有水 那总之我知道呢 对你们来说这一点也没有说服力 没有关系 反正它也没有办法说服我 不过呢我的想法是比较霸博的 那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你们还记得第一次尝到油酒精的饮料的时候呢 你还记得比较霸博 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大概是四岁 那你们平常这个酒的时候就是做了一个鬼脸 因为一般来说就是这种发酵饮料的孩子们都不太喜欢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令人忧心了 那就是说我们喜欢的东西其实是可以被教育的 就是随着时间它是可以被改变的 那所以就是一个负面的感官刺激 就是也许我们原本不喜欢的东西 那随着时间的教育我们可能会变成喜欢 可能会变成一个正面的感官刺激 那这跟音乐也是相同的 那比如说像是那种金属那种重金属的摇滚乐 那可能刚开始听的时候是不乐耳的 那但是对于喜欢的人来说那它就是一个乐耳的声音 那所以就是在这个演化论者他们的理论当中 就是他们没有把就是这个觉得喜欢的东西 跟觉得美的东西这两个分开来 那我们有可能会喜欢 会觉得某一样东西是美的 然后但是但是其实我们对这样的东西 我们其实在感官上我们是觉得不喜欢 但是我们会觉得它是美的 那比如说就是我们来举例就是像冰山 那它是太冷的那对我们的身体感官来说 实在是太冷我们没有办法忍受那样子的寒冷 但是对我们来说它可以引发一种很大的美的感受 就是我们可以觉得它是美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思考就是其实是因为是文化让我们去习惯 让我们去产生那样子的一个美感 我们可以相信就是演化论者他们告诉我们说哪样子的一个生产环境是最适合人类演化的环境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这边得到就是说那个风景就是最美的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进入第二个假设 那接下来我们跟前面的一个方法完全不一样 前面是有自然的方向去想现在我们要从一个文化的方向去思考 那要进入这样一个文化论者的一个观点呢 有一个作者叫做吉尔平 那现在可能已经都完全没有人认识他了 这是一个英国人 他是英国国教派的一个神学士 他写了第一本旅游之南 那他在1782年写了一本书就是一本最早的旅游之南 就是鼓勵人家去看,去看某一個,參觀某一個景點 那在此之前其實有非常多的作者會寫各式各樣的遊記 比如說他寫那個返遊世界的那個人 或者是很多大航海家他們寫過各式各樣冒險的故事 或者他們在海上的經歷等等 然後在1782年的時候寫了一本關於就是 在英國的那個英格蘭韓威爾斯的界河 一條叫做威河的海 威河,他就是對於威河的觀察的一本書 然後他的那個位置差不多就是如果去騎馬的話大概是距離倫敦兩天 然後他就建議就是讀者就是 就是愛哪些地方哪個抽林可以去看看,什麼地方可以去看看 然後哪一些不值得去看 他在當時候在英國就是大貨好評,非常受歡迎 他就覺得他寫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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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覺得你以為是一個有美的樣子 是因為他對於風景 他有一個哲學的概念 一個哲學的想法 他發明了這個如畫的概念 所以如画的概念一直就说这个地方他值得入画 那他本身是一个业余的画家 那他的兄弟呢是一个就是画动物的一个画家 他爸爸也是一个绘画的爱好者 那他们反正就是一家人都是画家 那所以他们在大自然当中散步的时候 他寻找那个可以入画的东西 那你们呢身边肯定有认识这样子的人 那他们跟他们就是可能就是拿着他们的iPhone这样到处拍 那这些人他们其实不是真的在看风景 他们没有在感受那个风或者是感受大自然的气味 他们就是在找什么地方我可以拍一张漂亮的照片而已 那么呢这个吉尔平他其实对于风景他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然后他就是觉得说大自然三五十就会犯一些小错 比如说他觉得说在一个画面里头呢两只牛不错 可是如果有三只牛或者是三十只牛的话就不好了 因为在衣服化里头不应该有太多的白色 因为在衣服化里头不应该有太多的白色 对在风景里头不应该有太多的白色 那他常常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比如说他就问说就是河流里头突出来的那个岩石呢 他是要有青苔的上面比较美还是没有青苔的上面比较美 你们觉得他会提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你们喜欢有青苔的岩石吗 啊 大家都喜欢有青苔的岩石吗 大家都喜欢有青苔的岩石吗 他觉得有青苔的岩石呢 他认为这些岩石的岩石呢 就是那个岩石呢 他觉得有一些岩石呢 他就有一些岩石呢 他比较适合自己长 因为它的形状非常的对称 然后形状非常的协调 比如说像橡树 但它们有些岩石呢 那些岩石呢 他们就立刻似乎大陆 他们就立刻的岩石呢 太岩石呢 他们就立刻在山岩石呢 他们就立刻在山岩石的岩石呢 他觉得立刻有异谷 自己單獨地存在,他們一定要一群的存在,然後聚在一起,這樣才會漂亮。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說,就是極野平的概念,他其實是受到很多文化的影響,所以他持續的是想要去凶正大自然。 那受到極野平的想法影響的呢,就是有那個托娜。 那托娜甚至還採用了極野平的一個生活方式,也就是說夏天的時候就四處去旅行,然後冬天的時候他就在那裡。 他的畫室裡頭做畫,然後把他的夏天的時候看到的景象畫出來。 那我這邊呈現的這兩張畫其實不是很清晰的,但是我沒有辦法跟清晰的,我大部分你們找不到我跟清晰的畫面了。 那因為這本書它已經就是絕版,它是一本英文書。 那它其實是一本就是評論Ruskin,Ruskin的藝術的一本書。 那Ruskin跟通人是兩個,他們兩個是非常好的朋友。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現代華家》。 Ruskin是所以說,Ruskin是在那裡的記憶。 Ruskin是在那裡的記憶。 Tonner和Ruskin voyage在一起,在1982年下的夏天的時候,他們一起旅行。 他們旅行就是經過一個峽谷,那就是從這個峽谷從瑞士往意大利的方向前進。 那他們就同時一起畫了,做了這本寫成同樣的地點。 Ruskin說,我不是一個很好的畫家。 所以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盡量把它畫得像。 所以他的成品就是比較像原來的風景的樣子。 但是呢,通大他是一個天才。 那他就可以做一些修正。 他可以把它變得更好。 那在有些地方呢,大自然只有擺了幾塊石頭。 那通大就想要一個比較細劇化的效果。 他就畫了很多很多的石頭。 Ruskin說一個很奇怪。 他就說,Ruskin喜歡石頭就好像喜歡香蕉一樣。 那他們的想法很奇怪。 那他們其實他們的想法很奇怪。 那當英國人,這些英國人他們一討論到風景的時候,他們就變得很奇怪。 那,他就變得很奇怪。 那,Tuna還把那個橋給省略了。 然後,在遠景的地方呢,他還加了一個比較具有的戲劇性效果的一個山在後面。 也就是說,這個畫家,他對於這個畫提出一個修正性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可以在英式畫園裡頭看到這樣的儒化概念的一個習近。 那,我們可以在英式畫園裡頭看到這樣的儒化概念的一個習近。 。 他在英式畫園裡頭寫了一本,就是關於美學的論述。 。 那,第一部分,它真的是一個哲學論書。 那,在第一部分,它真的是一個哲學讀書。 那,第二部分,是一個原地指南。 那因氏花源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呢 因氏花源的概念就是我们尽量让大自然展展现它的力量 但是呢我们又做一些微小的修正 那么这个戒品的概念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河岸的地方 它应该是不规则的然后可能有一些突出来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意外那这些意外就叫去穿岗 所以他就是觉得说当我们要种一棵树在花园里头的时候呢 是在种植之前要思考非常久 你要想非常久到底要把它种在哪里 然后种下去之后呢就不要再碰它了 所以就是我们盆栽概念的反向思考 它绝对不做任何的修建 那同时这也跟法式花源的概念完全的相反 那法式花源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理性设计图的一个表现 所有的一切自然是在受这个理性设计图的控制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英式花源的表现 它其实就是如画概念的一个实践 那这下我们大概就是进入到这个第二个论点 就是文化论的一个尾声呢 那我们能够做的第一个评论就是 但是如果说我们喜欢这样的一幅画的时候呢 我们对于星空 在我们在仰望星空的时候就会有其他的想法 那我们这边我们要稍微拓展一下 就是其实我在这边只是讲了画作 但是还有其他的概念 那现在我们身边有非常多就是自然的影响 也就是在这边的表现 也就是在电脑里面 也就是在电脑里面 或是在社交平台上 或者是在社交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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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在社交平台上 或者是在社交平台上 我们的眼睛其实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 被我们的文化制约了 然后我们在大自然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感受到文化给我们的这些制约 让我们投射在大自然上面 那如果我有多一点时间在台湾 然后我可能就会跑去台湾南部 去找那个明星配上那些海滩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得到一个 跟我们前面看到 这个演化论不同的一个想法 那我可以说就是这个演化论的说法 或者是这个文化论的说法 其实是互补的 那现在大家觉得够了吗 我们到这里已经找到答案了吗 那是不是有觉得就说 好像还少了一点什么 那因为我现在有时间不多 所以我等一下就会在阶段的讲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 就是在我们在大自然当中感受到的 其实是一种形象学的经验 而这样子的一个美感经验 因为其实它没有办法在这个所谓的演化论的说法 或者是在一个文化论的说法里头得到一个解释 或者是一种很无限的东西接触 或者是那种没有办法解释的 或者是那种超越于我 我没有办法想象 没有办法理解的 那我故意要用这么多的统一词来讲 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很确实的去讲它 那同时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慢慢来慢慢进入这件事情 不然我们很有可能会迷失 那其实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神像学的经验后面 它其实是非常令人头晕目眩 它是一个很惊人很大的一些东西在那里 就好像我们在看星空的时候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一样一个美感的经验 那如果我们要能够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神像学的经验 然后又不要随便真的胡说什么的话 那也许我们就应该要提提就许 维根斯坦的哲学方法 你觉得维根斯坦是一个很害怕 那其实呢维根斯坦是一个非常令人害怕的哲学家 那他的那个《逻辑哲学论》这本书里头 在这里他讲到他的最重要的重点的时候 他提出一个叫做神秘的概念 我知道接下来就是对于翻译一个很困难的时刻 首先就是维根斯坦他的这个理论 他其实不是跟 虽然我们刚刚讲的是神秘 但是他其实是跟神没有关系 就是他跟宗教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必须要来思考一下就是一个神秘的东西 或是我们换个词好 我们用奥秘好了 因为奥秘对中的好像比较是冥物的概念 所以我们还是讲神秘 或者我们讲说奥妙好了 反正就是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非宗教的概念 神秘就是它會自己展現出來,但是它沒有辦法被證明的東西 所以它就是很顯見的,你可以看到它,但是你又沒有辦法解釋它 那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就是在我們的人生當中,也有那種非常顯見,但是我們又沒有辦法解釋的東西 那比如說,你們今晚都在這裡,然後有一個很清楚的意識,然後眼睛真的打開 那就是沒有辦法解釋的,但是我看得見,因為你們都沒有在睡覺,都在這裡 所以它認為就是在這個神秘的領域裡,範圍裡頭,就包含所有道德的部分 所以說我們對於善和惡,我們並沒有任何理性的定義 那雖然沒有定義,但是對於善和惡,善是什麼惡,我們看到的時候,我們會知道哪些是善和惡 所以它是沒有辦法被證明,但是它會自己展現出來 那同樣的就是,美學的範疇也是屬於這個神秘的範疇之內 就是說,我們沒有辦法去解釋什麼,沒有辦法去定義什麼是美,什麼是醜 但是它就會自己展現出來 但是,美就會展現出它自己是美 我們都會知道它是美的 那我要說的就是,這就是我認為我個人最喜歡的一個就是來解釋,就是自然美的一個方式 我只想想想,我會提出這場就很快 我會提出,我會提供的一道文明 我會提供的一道文明 我會提供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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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在書裡邊,因為我的書有了五百多页 那我會慢慢解釋自己 但是我今天晚上就很濃縮一點地去講 就是說,從維根斯坦這邊 有点就是从这边再把另外发展出来的其他的想法 Mystique c'est un mot qui vient du grec muro qui veut dire fermé 那其实 Mystique这个字 它是从希腊文来的 它的意思是说就是封闭起来的东西 le Mystique est en rapport avec la fermeture et avec l'initiation 那它其实是封闭起来的东西 然后是比如说受到教育的人 才知道的事情 但是其实在大自然以后 我们遇到一个是开放的东西 但是其实不需要教 就是对大自然的感受 不需要教 其实是最少的孩子 他们就能够感受大自然 那还有另外一个很困扰我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 Mystique就是神秘 这个字它用的是丹术 那每一次只要你放的是丹术的名字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同意词的时候 那上帝就不是太远 就是神那个东西就会跑出来 但是在大自然当中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多元性 是一个多样性 我并不是感受到一个伟大的存在 而是我感受到各式各样很丰富的一个存在 有各式各样的丰富的多样性的生物和植物 有树啊 有鸟啊 有鸟啊 然后有猩猩啊 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数量 那所以就是为了要讲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学的概念 我现在讲得很快 那其实我会提议一个字就是全元那个字 然后要加S 就是它是负数型的 所以我们在大自然当中 其实我们是跟全元的一些跟元来有所接触 那Source就是全元这个字 在拉丁文里头它就是涌出那个动词而来的 那其实大自然它就是在我们的面前 它不断不断的全全 圆圆不绝地涌出 那比如说大海 那其实它的海的颜色一直不停地在电话 那也就是说 所以就是大海 它在画面上就是不一样 就是它当它作为画的呈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那所以其实画作它其实是把某一个时刻定格了 那但是当我人身处在大自然当中的时候呢 其实是可以感受到大自然一直不停地变化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变化 所以就是说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就是形象学的经验 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用一神教的解释来说明 那我知道就是说如果我们就停在这里的话就是有点呢 就是留下一个迷 那我们就进入结论的部分 那之后我们现在就回来就是这个生态政治学的部分 那是其中一位议员 那其中一位二议员 就叫巴巴巴利亚区的选民 他讨论这些风景 讨论那个美 然后讨论那个巴巴利亚区的黑森林啊 然后讨论他们那边的天然美景 然后就是讨论他们所喜爱的这些环境 然后讨论这个他们要怎么样去保存下来 我必須提到這一個政黨並不是所謂的民族主義之上或者是右派的政黨 其實是相當派移民的政黨 所以我發現在這當中 我們其實有一個對於生態保育的論點 它有一個新的切入的方法 如果我們可以從我們對大自然的感動 對我們的感動這一點來出發的話 而且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到大自然重新去充電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感覺的話 然後我們提供一個題目 qui intéresse這些人的左和左 les roses et les verts 所以我們的想法就可以對於 不管是左派或是右派 我們都能夠吸引到他們的票 能夠感動到那邊的選民 因為這些大自然的媒體 它並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所有 但是它深深地影響到 就是人類存在的一些條件 所以我們也許可以重新去思考 就是我們在生態政治上的一個論點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不要再去討論那些看不懂的數據 看不懂聽不懂的言論 然後不要再去用一些就是 世界末日非常災難 失毀滅式的圖像去嚇民眾 然後也不要再一直讓民眾覺得有罪惡感 而從我們所喜愛的東西 從我們所喜愛的東西 來出發 從我們所喜愛的東西 從我們所欣賞的 然後我們想要保護的 從我們所欣賞的 然後我們想要保護的 我們從這個點來接入的話 好了,我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 好 我們這個究竟還是想到選舉 還好 那個目前我們這個錄影呢 還沒有公開出去 不然就會變成各個政黨的選戰策略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今天我們也要保持秘密 不能講出去 然後當然它也會有一個方式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台灣的政黨 有一次它居然講說 我們要想的方式來感動選民啊 有沒有感動 竟然會變成是一個策略 感動它不是真的要感動 你是感動你可以幫它投票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說 感動是被創造出來的 是假的 那你就可以發現到說 台灣的政治的生態裡面 我們今天如果把這些 我們對於自然的感動想要去保持自然 他們可能只要對於自然的感動 把它轉換成選票 那這個 其實我們可能要想一下 所以萬一這個真的流出去的話 會影響2020的大選 那我們在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點時間 剛剛之前跟大家講說 我們的時間 我們還有到9點半還有半個小時 那當然是我現在有咖啡館的鑰匙 所以我們可以到明天 然後半夜就可以 所以我們大家非常歡迎大家 但是我們原則上 我們就先9點半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再花15分鐘到20分鐘的時候 再留下來 然後大家可以繼續討論 那我們先蒐集三個問題 那這三個問題呢 每一個人可以有一分鐘的時間做comment 一分鐘 然後再不然就是提出你自己 對於講者的問題 我們先有三個人好不好 好 來 1 2 還是現在大家很含蓄 等一下你們就會熱起來 好 來 3 好 來 我們先開始 等一下 直接 我們等一下 我們用中文好不好 好 用中文他可以翻譯給他聽 他一定聽得懂你講的話 好 好 什麼是感動 人為甚麼會被感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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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馬上回答 謝謝 你馬上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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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馬上回答 你馬上回答 我馬上回答 然後第二問 也是有點相關的問題是 我因為工作關心發現現在很多小孩子 不再被自然感動甚至害怕自然 尤其他跟三系接觸的越多 很多小孩子是不敢斥腳踏在草皮上的 那我們要怎麼再利用這個方法去引發他 因為喜歡自然而保護自然 好問題 再來這個問題的話是比較 比較國際面向的問題 就是說我通過一些消息來去知道 綠色的民族是他們其實在海洋上面 會做相當補裝的船隻這樣 來禁止金屯的練 可是剛剛講這樣 這方面的武裝是比較偏向選舉層面的武裝 它並不是一個國際層面的事情 不能夠上升到這個狀態的東西 所以我比較想要知道 他們一開始提出來那個武裝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想過可能成立一個 環保國家這樣的概念 這樣子的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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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去重複�問 Embassy 有請問也是 但是你來聆解放嗎 關於態度 我檢查一下 解放話 我愛說解對 關於你好 就是当政治家们他们不是真的用力 而令人觉得很伤心的一些堡垒 尤其是一些保守派的人士他们常常利用的方法就是恐惧 或者是让民众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所以就是会加强那个警察 那我发现其实对于这个生态政治的部分 其实我是非常在支持这个生态的论点 但是就是很可惜就是这些生态人士的那个人士 积极运动的人士常常也都是使用这样子的一个 比如说令民众恐惧 或者是令民众伤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就没有就是以理性的方法来鼓动民众 所以就是应该要加强就是在民众这方面就是比如说 普通话们的情绪 然后但是理性的情绪 那在这方面就是政治就做得比较好 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比较正面的情绪的话 比较一些欢喜的情感在里面的话会更好 或者是一些宽容大度的一些想法 那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对欣赏自然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其实是就是这个正面情绪 鼓动群众正面情绪的一个方法 那现在在第二个问题方面 那现在的孩子常常都是跟大自然是切断关系的 因为我们就是大城市里头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照顾小孩子但是很累了 那所以家长就常用一个那个电子包给他们 那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餐厅里头啊 在火车上啊 甚至在沙滩上我们都看到那个很多小孩子的眼睛 就盯着他们盯着手机或是盯着iPad 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孩子他们从小就是训练 他们要接受这个大城市的生活 因为接下来他们这一辈子也都是要盯着一幕来工作 那但是我们应该要做相反的事情 要让他们远离这样子的习惯 让他们失去这样子的习惯 那其实有很...就是在教育上面有很大的一步要走 那就是教孩子们重新回去看东西 因为其实那个...就是... 大自然的风景跟荧幕不一样 就是那个风景它不会像荧幕一样 有东西会闪,它会亮 因为其实那个...就是... 大自然的风景跟荧幕不一样 而是很高的 它也不像那个...就是... 电玩上面的画面这样 它会跑来跑去,它会动 它会动 所以其实风景是相当无聊的 所以其实风景是相当无聊的 但是...就是... 大自然它其实... 它会刺激我们所有的感官 而且在大自然里头你可以尽情地奔跑 但是你在电玩里头没有办法奔跑 所以就是在大自然里头你可以感受到你的身体 然后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人 所以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在教育上 应该要让孩子在这个美学教育上 要让孩子去接触更多的去接触大自然 然后学习去感受大自然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成立一个 就是遇党建设的一个国家 其实这样子的名字就已经非常令人害怕了 感觉上这个生态换位者所建立的这样子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神学论的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神学论的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在法国或者至少我现在看到 我们暂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实现 那就是因为所有关于这个资源跟资源相关的东西 其实后面都有很大的财团或者经济利益在控制 那其实就是国家它要看得比所有的经济利益 或者是比这些财团还要更远 那尤其是一个国家它其实是对于下一代有责任 就是对于它所能够长有的这些自然资源 它有保有这些自然资源 会下一代继续保存下去的一个责任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在现在用完了 我们就把它开发完了 那我们就对于下一代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了 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地下水层都污染了 那或者是说都让它就是 不管是化学污染或是生物性的污染 那我们就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就没有天然的水层了 比如说 或者是那个土壤也都不害了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的那个 没有办法呼吸的有毒的空气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在政策上的确是应该就是 要去预防就是什么事情 都是朝利益来思考 乌尔导演复伐它都不一定 不然你就不应该来搞正职 感觉问题应该越来越多了 来我们再三个问题 反正今天还有很多时间 尽量尽量 来我们刚刚都还没有 还有 还有 这边 当然还有法文听不懂的 那没有关系 还有其他的 你讲中文就可以 然后他会不会帮你翻译 我用你来 开箱了 先让大家 我知道大家都很客气 Jack 把你给我送 你 你还要再一次 好 再等一下 好 文理 你是我知道你有属手 还有 好 那我们先 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字之间 都有不同的定义 都无法差异 像刚才做那个 我们的树木 树木的比较的时候 在法国人的认知是代表什么 树木的意思 对我来讲 二代与零代表 有水 生物都要吸 很容易生存 可是在法国人 它不乏列为第一位 所以 我想这个 文化背景的定义 可以包装 就是法国人是怎么想 这些 不同的 植物 跟我们亚洲的 台湾人的想法 会是不一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 文化差异的问题 对 也就是说 对法国人 他的认知 解释一下 他那五个 植物的认知 对 谢谢 刚刚他有问题 大家听得清楚吗 就是说 我们其实刚刚讲的 文化是奈希的时候 其实是 基因于 他会不是普遍的认知 他可能是来自于文化差异 去造成的 我们对他的评价 会有所不同 那刚刚在他 在讲之前 我可能再补充一下 我们讲这个美学 这个字 这个字 其实我们翻译成美学 其实怪怪的 因为他变得 好像一个学问 可是他其实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女感经验 所以 在有时候我们翻译的时候 在翻译的时候 是神美 Aesthetic 神美的经验 有时候是把它翻译成美学 所以大家可能 就是不要只是用中文里面 去把它当作一个学问来看 而是一种神美 或者是一个美感的经验 因为他在讲法文的时候 其实这样子 这两个意思是交叉使用 甚至在讲 黑格的美学的时候 其实他就真的变成一个学问 那可是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其实他都有三种含义 就是神美的 美感经验的 还有些美学的 提供大家做参考 来我们文里来 我的认知是 西方人造出了一个叫做 上帝 那我想请教一下 您所 您知不知道 现在的上帝 住在哪里 在一个享受大自然的状态 在台湾有一个最新的案例 就是 因为一次大的地震上风之后 新开花的山区 他建造的环境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环境 但是 这一批 依恋在这个自然的人群 他们所用的 都是最新的人造物 那以你的观点 如何去欣赏 我们很多次不能透过被你表象所欺骗 因为大家看到 文里有那个帽子是他自己唱的 他在这个我们之后 大概来八年 这段时间他都一直在 他有时候提供个很好的意见 所以 大家可以试着去进入他要讲的话 他可能有些我们在这里面有些讲到是比较直接的 那我们有关于很直接的讲话 但是是没有空气性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感兴 那我刚刚讲 在这里面他提到的这个观点 当然是在神学上 我再给他一点时间 有些西方的上帝 可是对我们在讲上帝的时候 他可能不是西方的 就是在你刚刚讲的 上帝可能来自于 如果按照圣经来讲 上帝不会是属于西方的 上帝是属于全世界的 甚至全人类的 那我们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去说明 上帝是好像是西方的 可是在根源来说 他也不会是 如果按照地理的区分来说 他甚至是东方的 所以我们在谈西方的时候 会有一些误解的 好像是一种西方的上帝 要把他放在东方这个世界来 那这个只是 粗粗一点解释 然后 还有没有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 我们再等一下 下一位 首先我要很谢谢江振 给我们一个很美的一个 很具有美感经验的 那一个演说 那第二我想要提 我想要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 他提出了美感经验 来武装生态政治 那我好奇的是 已经开始酝酿了吗 在真实的社会里面 在他提出来之后 或者是他总结了之后 在现实的生活 是不是有一点点的转接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发布朋友面前 大家不要客气 因为他还没有讲完 对不对 我们要给他一点机会 所以他那问题问得很好 例如 有展现台湾人的那种 撒起 我们来讲 换一个话来讲 我们今天以生态 以美学来 或者美感经验 来武装生态政治 感觉武装好像是比较 对中文来说比较强烈 我们可以把它改为 是 我们到底是以美学 那种美感经验 来武装生态政治呢 还是来包装生态政治 我们就换一个词好了 包装跟武装 在中文理论 其实不太一样 可是我们刚刚在讲 策略性的东西 常常都是一种包装的 但是我们叫武装 可能有更积极的策略 跟有什么除了要唤起大家 觉得自然美景很好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那这个问题 可能问讲者 大家也问 部门 因为不要让他取代我们思考 因为这是我们的事情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说 如果我们要做生态政治 去唤醒别人的美感经验 然后让他能够重新 去关心自然之心 那除了这个 我们还有没有其他 刚刚有个朋友 就讲得非常好 大家可能都已经没有美感经验了 因为我们所有的经验 都是看着萤幕的经验 那怎么还有办法 透过更具体的方式 让大家 让下一代或新的一代 可以去 在一个美感经验里面 便于保护大自然 所以他们要他们之后的美感经验 是一个虚构的美感经验 而不是一个真实接触到自然的美感经验 这个是 来 我知道 还没听吗 来我们先给他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我想要问的问题 就是 谢谢 我想要请问 我大概有两个问题 就是我想问一下 关于文化和艺术 Cuture and Art Cuture and Art Cuture 这两件事情就是 文化和艺术是 它是有关联的 就是它的立场是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如何从艺术里面去 因为我觉得 艺术这个东西美感 它是要被教育的 就是就像他刚刚讲 你刚刚讲说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唤醒 大家对于自然的美 自然对自然的感受 那我想要讨论的是 从艺术当中怎么 我们可以怎么用艺术的方式去 唤醒 除了刚刚讲到画面 他的画 或者是 就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然后 觉得如果以比较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方式 介入到自然里面的话 那不然用什么样的 手二 方式和手法吧 好 这样子 第一个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 是文化和艺术 什么东西文化和艺术 就是这两个 就它是整个定义 它怎样定义文化 怎样定义文化 怎样定义文化 所以我稍微讲一下 因为我们在文化和艺术之间 大家有时候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说 中文的文化和艺术 跟法文文化艺术 其实会不会太一样 然后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以 法国对于法文里面 对文化艺术之间的观点来做理解 那如果要中文的理解的话 可能我们带的是一个 对于中文所理解的文化和艺术之间的差别 所以这个差别我们要先保存着 然后我们再去问他 所谓的在法文里面的 文化跟艺术的差别是什么 OK 谢谢 如果有一天 你会遇到一个 他对什么问题都知道答案的人 那你们就知道 你们遇到一个疯子了 你们遇到一个疯子了 那你们就知道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要来当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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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边有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 就是法国人跟风景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我必须要讲就是我觉得在法国人他们存在一个紧张关系 那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抵抗的主义的 那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喜欢把这个自然风景把它放在一个理性的层面上 然后把它做就是非常舒适的层面来做理解 那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就是那个法文在的花园的样子 那就是它每一个步道或是每一个花怎么样种 或是它那个步道怎么样安排 它完全就是对称的方式 那它就是完全就是跟我刚刚呈现出来的英式花园的概念完全是相反的 那英国人只要是一个经验主义者 那些法国人只要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那就是法国人对于自然的追求是一种对自然的掌控 然后能够控制它 那我刚刚讲说就是法国人跟自然之间存在的一个紧张关系 是因为一直到1900年代吧 都还是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 那我的奶奶就是看守养的那个牧羊人 在那个柏园的那个地方 那对绝大多数的法国家庭来说都是这样子的状态 那除了就是所谓的想要期待这个理性的控制以外 那其实还有就是这些法国人跟大自然是非常亲近的 那这些法国的大自然呢 那这些法国的大自然呢 跟在这里台湾能够看到这种热带的那个森林的样子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他们看到的大自然其实是 经过人类所开发过的之后的样子 那他们看到的大自然其实是经过人类所开发过的之后的样子 那我们看到的大自然其实是经过人类所开发过的之后的样子 那我们看到的大自然呢 大自然呢 是今个人类所开发过的之后的样子 那这个旧ächst是因为对西亚人的国家 在凯撒征服高鲁就是现在的法国的时候 当时候法国高鲁地区对于罗马人来讲 它就是一个补偿因为它是一个生产粮食的地方 在法国所有的地方不管是麦田啊原野啊 这些偶尸森林那其实都已经经过人类开发了 那这个法国人他们其实是用手去开发这些土地 他们不是用数学去开发这些土地 第二个问题是该于上帝做哪呢 那在那个人文主义 Giordano他在发表他的书的时候 那他因为出版这本书就被范基刚送上那个受火星把他烧死了 那他当时之所以被送去烧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为了 不好意思我意思那个 然后提起烧的阿民 这是他主要是因为他的书里头有一个论点 就是他讲说那个星空的星星是无限多的 就是因为这个论点然后他就受到这个就是被犯罪 被犯罪或是什么 那如果宇宙是无限大如果这些星星是无重多的话 那这样子就没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被上帝了 这就是真的让那个教庭不爽的原因 因为就是没有地方 没有一个神可以存在的地方 那这就是我们在先前的这些星相学当中 那当时候的这个想法就是 是一个环宇的概念 就是有一个球状的东西 然后它是一个布并的东西 然后在那个球的另外一端呢就是上帝的空间 那不过呢我还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那他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有红字的先生 他找到了上帝住的地方 然后他把他吓死了 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讲说上帝的意思 那就是你猜 那是不是你猜 好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经验和知识之间的关系。 那我想要把它跟最后一个问题相连呢?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唤醒我们其他的感官呢? 唤醒我们各种知觉。 我之前就有提到就是我书里头的第一部分。 那我那本书的第二部分其实就谈到五个感官。 那当然就是关于经验和知识之间那当然就是有感官来做连接。 那在这两者之间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我们的感官其实就慢慢的吃断了。 那当大家特别在大自然当中说你们能够辨识出几种鸟叫声呢? 应该一种也没有吧? 应该一种也没有吧? 你应该要在没有看到它之前你就已经听到它,听到老虎或者是感觉到老虎靠近你了。 但是我们已经失去我们听大自然的一个能力。 我们现在听的是听人讲话,然后听音乐,然后听机器发出来的声音。 。 那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嗅觉的部分就更糟了。 所以我们已经习惯就是把我们的那个鼻子和嗅觉都关起来感受。 因为当我们住在大城市里头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香的东西好闻的。 就是最好不要闻它。 比如说有那个坐你隔壁那个同事的汗味。 或者是就是汽车排烟管排出来的废气。 或者是那个地下水道那个烂泥的那个臭味。 那接下来我就不要再细暑了那个城市里头不令人富裕派的味道。 。 但是我们在城市里头我们的习惯就是要切断所有的感官。 所以就是在城市里头我们的习惯就是要切断所有的感官。 所以就是当我们重新又回到大自然当中,进到大自然当中我们说其实我们不认得那些味道, 我们不认得哪些花香或者是哪些植物的气味。 那在那个触觉的部分呢? 那在那个触觉的部分呢? 那就更糟了。 因为我们的主生呢他们都是农耕者。 他们要挖土。 他们要挖土。 他们要种树。 他们要种树。 然后他们要采集水果。 然后他们要采集水果。 然后他们要把那个动物开上破路。 然后他们要把那个动物开上破路。 都是用手。 所以他们持续每一天一直一直都在跟各式各样大自然的元素做接触。 。 那我看看我的手。 这就是从我的职业可以得到解释。 所以在感官上我们一直不停地在远离大自然。 。 那从2008年起呢? 就是绝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居住在城市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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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口居住在城市里面的发展 就是没有办法再回头的发展 从现在一直到本市寂寞 大概有超过75%的人口都会变成城市人口 所以当我讲说要善行我们的感官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要很努力 要有意志力的去做这件事情 听起来好像很奇怪 但是其实就是说我们要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要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去听然后去闻然后去感受或者去摸 在过去对人类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动作呢 可是在或是很自然而然的感觉 但是在现在已经不是了 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就是也许有一点奇怪 但是就是为什么就是也许一本书 或是一场演讲 能够能够推动一下 然后能够让我们重新去启动 去善行我们的一个感官 所以听起来很奇怪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意志上 我们在精神上有一些思考上有一些努力 然后去重新地唤醒我们的感官 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就是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必要 的确实是有这样子的必要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再提到就是如何真的以美学来 武装生态政治或者是说以美学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应用的时候呢 那在刚刚我已经提到一个就是在实际上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德国的那个巴巴利亚的政党 那已经已经在选举了这个一个很确实实际发生的例子了 但是auparavant 但是在此之前呢其实在19世纪的时候在美国那已经有发生 就是说他们在有环境美学或是这个美学哲学的部分 然后能够跟政治政党方面有所结合 那就是你还知道丑罗吗 所以大家就知道沙罗吗 parce个沙罗就是他寫《沙罗》就是《沙老兵》 那就是在沙子里学面的 spiritual德国 就是在沙子里面的孙句 所以他就到深林的地方去然后住在沙子里面 他同時也是供應不服從的作者 所以說他到自然裡頭去生活 他到自然裡頭去尋找那樣子的靈感 來對於政治有所批判 然後在他之後有另外一位作者叫John Muir 那這是一個超級天才 因為他在14歲的時候 他就會講拉丁文,他要講希臘文 然後他就是一個農家之子 那他當時就離開家 然後去走好幾個月 然後去住在那個房間市公園裡面 他當時並沒有真正適合走路的那種走路鞋 然後也沒有障礙 然後也沒有睡袋這樣子的配備 他就能夠生活和他的衣室 然後在這好幾個月當中 他就沒有所謂的專業登山配備 或是專業露營 或是野外住宿的一個配備 他就是用很原始的方式睡在那個石頭下 或是睡在樹林裡頭 他就寫了非常多他在這當中的一些旅行的一些記載 然後他就出版在道具裡頭 就是他然後說服了美國總統 來建立這個所謂的國家公園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是他說服了美國總統 做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很顯然就是說 就是美學她的確是能夠對於生態政治有益處的 我會給你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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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講 就是我還有一個沒有討論到的題目 就是這個美學的概念 可以有什麼樣子的其他的應用 有一個月前 我在那個新聞上 我就看到兩個完全相反的消息 而且是矛盾的消息 在摩洛哥他們有一些生態人 他們就決定要成立一個星空保留區 世界上總共有十二個星空保留區 在這些地方我們沒有權利 在這些生態保留區裡頭 我們絕對不可以製造任何的光害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所有的家庭都必須要洗的 然後到這個地下 我會覺得非常棒 就是他們決定要在八十公里的地下 都要在這個範圍裡這麼的廣角 同時呢,我發現中國呢, 那中國決定要發射一個等候月亮到那個衛星軌道上面去, 我相信是在中國某一個城市,大家有聽過嗎? 沒有,我不太記得那個城市的名字, 那它其實是送一個衛星到那個軌道上面去, 然後它那個衛星它其實是有那個反光板, 所以它可以這樣整個晚上反射出來的陽光, 就是差不多是在夕陽時候那樣子的亮度, 所以它就可以節省兩百...兩千萬,大概兩千萬的所謂的公共照明, 兩千萬的美金的公共照明的費用。 那這樣子的一個人工月亮,它可以在地球上反射出來, 就是大概是五十公里微半徑一樣一個範圍的一個地方, 就是亮的,超亮的地方。 那大家不要太擔心,因為在1970年代末年的時候, 其實蘇聯他也有嘗試做這件事情, 不過他完全失敗了。 所以大家就看到這個摩洛哥的計劃, 這個新火火勒劇的計劃, 跟中國這個人工月亮的計劃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說,其實人工月亮這個問題,它其實會影響光合作用。 那對所有動物的生理周期都是有影響的,都很糟的。 那對人類也是很糟的。 我們知道,我們知道其實, 官害嚴重的影響到我們的荷爾蒙。 而且它可能會導致癌症。 然後也會造成其他身體上的一些失調。 因為比如說像是憂鬱症。 所以就是說,在這樣子很誇張的這種人工、人造月亮的計劃當中呢, 它就忽略了,或者說它對於人的這個需求是無知的。 所以就是,對我來說呢,似乎這個摩洛哥的計劃呢, 它其實是比較前衛的,然後比較走向未來的這樣子的一個走法。 相對於中國這個人造月亮的計劃, 其實它認為這個月亮、星空保留區的這個概念是一個比較前衛的。 所以其實是摩洛哥人他們感受到人類真正在未來的需求。 好,大家麻煩給他們熱烈掌聲。 實在是非常不容易在這麼短的時間的問題跟整理。 然後還有我們的口譯者徐磚淳。 非常辛苦,大家請站起來給大家熱烈掌聲。 他為了這個準備了好幾個月,去一間理解他所講的東西。 然後看了他很多的訪談,所以才可以翻譯得這麼、口譯得這麼流暢。 真的非常了不起。 然後再次給你熱烈掌聲好不好。 那我們的時間,因為現在已經是9點50分了。 我們的選前直接到這裡結束。 然後接下來呢,大家還可以留在這裡一下子啦。 可以留在這裡,然後各自交談。 我們大概預計12點才會離開這裡。 你們可以自由離開、離去都沒有問題。 然後,有些朋友如果想要跟我們的講者合照,也都沒什麼問題。 那還有一件事情是,因為新歌出版社,法國書店。 法國書店,有這些書喔,法文的書。 阿拉松特蘭化的書,在這邊。 你看不懂法文,你別買回去啦。 就是當作紀念給他簽名,都沒有關係。 至少你還可以跟他拍照。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 然後這個時候,你一定可以取到一個很好的鏡頭。 就屬於你自己要的人工的鏡頭。 所以他這裡有很多的書,我覺得大家可以跟他聊一聊。 然後有些童書啦。 那法文的朋友,更歡迎你們去包圍他。 然後我們再次的掌聲給他,也給你們自己做愛設計。 非常謝謝。